在之前的节目中介绍了佛教高僧 宣化上人关于瘟疫节的预言 感谢朋友们的留言提示 宣化上人是在1992年8月16日 预言了今年要发生的这场大瘟疫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回去翻看一下 既然佛教有这样的预言 那么这期节目就再来讲一讲圣经的预言 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些不同的预言 能够认识到这些预言都是在讲一件事情 而且时间都指向了这次全球大瘟疫 大家好 欢迎来到德传媒 我是Gary 这里不卖货 直交朋友 你还好吗 2020年庚子年的这场大瘟疫 给全世界所有人敲响了警钟 目前的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很多人也在讨论两个问题 为什么会发生这场瘟疫 第二波什么时候会发生 在圣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当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圣经的故事的时候 考古学家在死海南部潜水区发掘出两座古墓 所处的时代 肥沃的草原 神秘的祭坛 精美的淘气 高耸的炎柱 一切一切都和圣经描述完全吻合 发掘显示两座古墓 索多玛与俄摩拉 有给我们太多的悬疑 同时遭到了废弃的命运 突然间又人去成空 究竟这两座城市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上帝真的要摧毁他们吗 如果不是 他们去了哪呢 索多玛与俄摩拉最早出现在圣经旧约中 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上帝将二成轻腹 焚烧成灰 作为后世不敬前人的见解 从天而降的硫磺和火毫不留情地摧毁了索多玛与俄摩拉 精致的城市和纵狱的居民连同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 烧焦的土地烟气蒸腾 唯有罗德和妻子女儿逃了出来 但是罗德的妻子顾念家乡回头一望就成了一根炎柱 通过考古发现证明了很多被后人误认为是神话传说的故事 都是真实存在的 包括众所周知的诺亚方舟 圣经旧约的预言 也许就是说这次源自中国大陆的瘟疫 也许可能是下一次更大的灾难 我们来了解一下 《希伯来圣经旧约》中《以西节书》第三章写道 神许诺我将宣泄我的愤怒在信上 在现代希伯来语中 这个信指的是中国 那么神因何宣泄愤怒呢 根据圣经创世记记载 每当地上的人败坏后 亵渎神淫乱 失去做人的准则时 神会宣泄愤怒 从圣经故事看 神降灾淘汰的人是罪孽深重的人 或者侮辱神和不信神的人 都是有备而来的 而且是对着特定的人群 现在全世界最大的无神论群体在哪里呢 盖普洛调查 中国无神论者比利居世界之罪 所以未来会发生什么呢 还是给大家讲一个圣经里的故事 以色列犹太人是一个信仰神的民族 也是被神眷顾的民族 耶和华为拯救受法老奴役的以色列人 赋予摩西神力 让摩西大行神迹 将犹太人带立埃及 前往神应许的美好之地迦南 尽管神是慈悲的 有意要救度人脱离苦海 但中间过程还是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 犹太人亲眼目睹了神迹 比如划分红海天降食物 尽管如此 犹太人还是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过程中 做出许多不义之事 比如淫乱 拜邪神 不敬正神 当走出埃及以后 那些被奴役惯了的犹太人 反而向摩西亚伦发泄愤怒 说以前在埃及时我们能够坐在肉锅旁边尽情地吃个饱足 你们把我们领到旷野 却什么都没有了 是想让我们饿死吗 义和华怜悯他们 为其降下食物 让其吃到饱足 神呵护着他们的每一步 等待着他们能够改变 能够遵从神的诫命和律法 逐渐成为一人完人 然而这些子民的精神标准仍旧只停留在吃饱喝足的层面 与神对他们的要求相差甚远 于是原本40天就可以抵达的路程 却被延长了40年 通过漫长的行程 锤炼真正的义人 淘汰行恶的不义之人 神为走出埃及的犹太人定下了戒律 让摩西亚刻在石板上 不料犹太人背离与神的约定 竟然铸造了一只黄金牛犊作为神来拜 并放肆地对着金牛跳舞 摩西一怒之下摔碎了石板 第二次他再次向神请求 所得戒律仍刻在石板上 这一次人们遵从神的旨意 将其放在旧约的约柜中 一直带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山 历史上虽然犹太人经受了沉重的苦难 但他们仍旧保持着对神的信仰 这个信仰是来自久远的年代 是在基督还没有出生之前 就已经存在的正信信仰 所以他们的祈祷是站在信神的层面上 虽然民族有别 肤色种族语言不同 但只要降生在这个世界上 他首先都是一个人 人与人之间有彼此关爱的天性 当这次瘟疫肆虐中国大陆时 犹太人以自己的方式 为中国人的福祉向神祈祷 不久前媒体报道了 因疫情在中国蔓延 以色列的采法特有一位首席 拉比以利亚 号召犹太人前往耶路撒冷老城枯墙 为中国人祈祷 但就在举事关注中国人的福祉健康时 消息报道出中共的各级政府 利用防疫抗疫圈老百姓的血汗钱 趁机大发国难财 据新闻报道 拉比以利亚引用点击记载说 人受到关爱 因为他们是被神的形象创造出来的 所以他请求犹太人为中国人 与其他国家所有的病患祈祷 在历史上 在重大灾难冲击时 在对人性的重大考验中 人最后的选择都是祈祷 向神祈求庇护 在西方有祷告祝告的信仰文化 在中国则有祝祷祝告神明或祖先的传统 无论是祈祷还是祝告 都要放下目空一切 傲视天地的想法 向神明谦卑地低下头 向自己生命的深处 找回生命的真实 找回那个遗失的自己 俄国的文豪列弗托尔斯泰 曾经说 天国在你心中 每个人祈祷 诸告的那一刻 其实走进了自己灵魂的深处 找回曾经与神同在的那个真实的自己 在这次疫情肆虐的情况下 很多中国人都在遭受着痛苦 信神的犹太人关爱中国人 原因是他们被神的形象创造出来 而被中国党文化进化论灌输洗脑后的中国人 还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是神造的呢 如果不承认人是神造的 就等于在否定和排斥人的生命来源 这是一道非常严肃的选择题 是选择神造了人 还是选择无神论的假说人是猴子变来的呢 这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我们发现无论是佛教 基督教 还是犹太教都共同说明了 人类的灾难都是源于人性的堕落 受到了神的惩罚所致 相信这一次也不例外 只是人被物质利益所迷 到现在还没有清醒的认识到 中国有句古话 事不过三 如果SARS是第一次 这一次是第二次 那下一次的灾难将是毁灭性的 去年的8月22日 印度的神童阿比吉亚阿南德 通过占星术在YouTube的视频中 准确的预言了这次灾难 就在不久前 他又通过占星术预言超级细菌 下一次会在2020年的12月20日 到2021年的3月31日出现 造成的灾难肯定比现在恐怖的多 关于各种预言 我在之前的节目中都有介绍过 有兴趣您可以回去看一看 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那如何能逃过极难呢 中共党文化宣扬的人定胜天 妄想着靠人的办法来解决 其实这个成语不是人一定能胜天的意思 人不能左右的事情有很多 怎么能胜天呢 比如地震火山海啸瘟疫等等 这个成语具体是什么意思啊 我会在今后的节目中再详细的讲解 所以啊 请订阅我的节目 千万不要错过 无论是在目前的这场瘟疫中 还是历史上的各大劫难中 我们都可以发现 人从来都是无力对抗大自然的 无论是天成异象还是天降灾难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唤醒人 警醒人 当人在灾难面前无计可施的时候呢 也许会想起来 向神祷告或者祈祷 如果人不承认人是神造的 那么他的祷告会起作用吗 神如何能庇护不信神排神的人呢 无论您信仰什么 只有抛弃无神论和进化论 向神真诚的忏悔 才能使祈祷产生真正的力量 因为神庇护的子民一定是相信神 而不是排神的 当然了这只是我一家之言 信不信呢 您自己判断 请记得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